嗨大家好我是無尾 來我今天剛拿到這一顆 應該還蠻多人一直在問的齁 就是大雁騰雲二代 剛剛已經迫不及待先拆開來試轉了一下齁 我覺得我應該要再給他一天的時間齁 明天再深入的來分析這顆方塊齁 我經過了一天的磨合 然後我也換上了我要的貼紙齁 因為說實在他原本的那個貼紙的配色 我還是真的看不習慣啦 他的紅是螢光紅 那橘色跟綠色都是螢光 還有黃色都是螢光 等於說他六個顏色有四個顏色是螢光色齁 Neon的那個配色 有些人是很喜歡這種幾乎是全螢光的配色齁 但是目前比較流行的配色還是以Flash為主 也就是白紅藍是一般色 黃綠橘是螢光色 你會比較輕易的去抓到顏色的位置 我們之所以會對一顆方塊的二代或是改版有所期待 那當然就是他要基於原本的那個版本為基礎 然後再往上提升他的手感或性能 但是這個情況在騰雲二代 我目前我沒有看到 那他有幾個缺點我就先講出來 第一個是他的結構穩定性太差 他只要轉到這個地方 那他的腳基本上 轉腳是完全沒有任何的阻力 稍微角度不對的話 就很有可能會直接撥轉腳 反而騰雲一代不太會這樣 騰雲一代轉腳的那個阻力一直都在 他出廠的軸距其實設定的還蠻大 你看拉這麼開 在初步試轉的時候 我好幾次手指頭都插進那個縫裡面 軸距太大 然後導致那個結構穩定性有點差這樣 再來就是他的彈力我覺得很硬 他轉起來的碰撞真的是比一代多很多 一代非常為人津津樂道的地方 就是他超級安靜 你看轉起來是這樣 好來二代的聲音 那個碰撞應該多了十倍吧 超多碰撞的 不過這個碰撞感覺都很圓滑 我之前好像有講過類似的比喻 就是在很多那種小石頭上面撞擊這樣子 但是撞擊都不大 轉起來雖然聲音變多了 他可能就沒辦法像一代這樣子 可以上課的時候偷轉 還有一個蠻重要的缺點 我覺得他變重了 將近87 因為86克 一代是78克 所以一代是不到80克的 算中輕量級 那二代重量整個就提升到86克 87克那邊了 旗艦方塊來講 這個重量其實是有點偏重 一樣的問題我們在MGC Elite上面也看得到 雖然說他很滑 可是他又很重 慣性會變大 轉快一點的時候 你明明是要這個地方動 他變成是過了那個 逆容錯的最大範圍 然後就變成轉動到另一個面去 那這個都不利於在高速轉動下的操作 缺點也講得差不多 那我現在開始講優點了 優點我覺得他幾個不錯的點就是他 轉起來舒服爽手 手指頭的那個震動很多 然後轉久了指尖會有那種 酥酥麻麻的感覺 這感覺其實還不錯 我自己是喜歡這種感覺 已經很久沒有方塊有這樣子的手感 硬要講的話我覺得XS有 不過這感覺XS他比這顆輕很多 所以剛剛講的那個問題就不會發生 那他一樣那種很多小小碰撞的那種感覺這樣 還有一些優點就是他的功能性變得很強大嘛 他可以多種換齒啊 然後厲害的雙條 讓這個可調性就變得很高啦 看一下他的配件齁 現在都硬那麼漂亮 這個盒子比騰雲一代是進步不少啦 因為騰雲一代是有點像麻布那種感覺 然後這個就整個走幹員的路線了 喔來這應該就是調那個 調那個彈簧的壓縮艙的地方齁 出現了這個是調螺絲的頭 這邊我還是要講一下 他的那個螺絲齁多一根出來 其實那還蠻厲害的啦 他其實就是明顯嘛就是幹你的那個 調軸距的那個東西嘛 可是他本身的螺絲頭一樣可以調整 所以就變成說 我覺得這個就很像雙重的雙條 你可以調整隻螺絲的高度 那調好之後你再用這個 這個凸出來那個點去調整軸距這樣子 微調 就有點脫褲子重點 喔 欸很久沒看到方塊還會附一個軸心給你 好我們回溯一下 應該是威龍WR 就是一個 有一個很喵的一個 陳列盒裡面有放一個軸心齁 不過我相信應該也沒有多少真的去換過他啦 方塊什麼要附軸心啊 除非你是那種超高階的軸心有可能會損壞的 不然 喔來 他附了兩包彈簧 好然後這一包 看得出來這是一組啦 不過目前我不確定他是不是比裡面的還要硬這樣子 然後他又另外附了一包 這個就比較有趣了齁 有兩種彈簧 然後都只有三隻而已 所以我合理懷疑 這個應該是備用的 也就是說他應該是原本就裝在裡面的 這樣看起來應該是有兩種彈簧裝在裡面 等一下我們抬開看一下 然後來看一下配件還有什麼 喔 三接魔方還原教程 OK 好現在 喔 是CFOP完整的教學 螺絲起子剛剛講的 然後這個就是 調磁力用的齁 喔這個好多了 這個比MGC一粒好多了 它插進去是剛剛好大小 裝起來比較輕鬆齁 關於磁力的部分呢 看一下齁 它比二代磁鐵位置還要往外面靠 所以它很靠近邊緣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磁鐵 磁力造成的力矩是比較大的 如果你各位學過槓桿圓理就知道 它越靠近外圍的話 它磁力的作用會越明顯 所以其實這一顆我昨天剛轉 我覺得它的磁力真的是偏強 偏強 然後即使我把它全部轉到最弱 還是還是很有感覺齁 這邊看一下六色齁 相較於它黑底全部都貼螢光貼 我覺得它的六色顏色柔和許多啦 比較沒有那麼螢光那麼利 還可以啦 因為原本剛拆的那個螢光色真的是太亮了 我自己是幾乎看不太到了 不過這個六色我覺得還OK 好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結構差異 我的左手邊這邊是一代 這是二代 其實如果你從外型來看 這兩顆幾乎一樣有沒有 那有一些小地方不一樣就是很像這種地方 在偷那個重量的 那在二代上面就看不到 然後一代它裡面是一體成型的接觸面 可是二代為了要容納這一根轉轉齁 所以變成說它被迫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 還有這個地方 總共四個零件組成一個接觸面 我這邊很明顯就可以看到很多段差 如果廠家再多花一點時間去把這邊 做一些微調調整的話 其實它還是可以更好的形態出來 而且你看這邊 甚至連模具線都還看得清晰可見 我也不知道人家趕這個 接著我們來看腳塊 腳塊的差異就比較大一點 像這個地方 像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就有差異對不對 如果你從這個角度看的話 你就會看到它下面這個地方 這裡是比較高起來 比較厚的有沒有 比較厚的 就是可能內圓的設定是不太一樣的 那除此之外 基本上看起來是都還蠻接近的 不過像一代這個地方 就是直接切削掉了 那二代這邊就還有一點肉厚在這裡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磁鐵位置差很多 一個很外面一個很遠面這樣 而且其實一代的磁鐵 用這樣子來做我覺得挺不錯的 因為它的磁鐵的面積比較大 然後又不至於太槍齒 所以它的 它可以維持一個弱齒的手感 但是它的作用範圍又很大 我覺得這個設計其實是 在當時已經是很不錯的創作 可是這樣子的概念在二代並沒有延續下來 就有點 真的是很像概念 因為它 也是點很小 它的作用範圍很小 可是它的磁力很強 還有一個就是一代這邊 接觸面幾乎是平的 那二代接觸面變大了 看得出來接觸面變大 然後加了一些波浪網 這樣子 那這個是防黏勾槽 好來這邊看一下一二代的邊角配合 一代這邊是有空隙的 二代這邊就 就 基本上都是沒有空隙的 都是黏在一起的 好來這邊來示範一下它的雙條 怎麼條 好先拿到這個工具 兩邊都可以用 下面這個大的就是調外圈 好這樣子轉 你會看到什麼 你會看到 外面那一圈的高度各有不同 那這代表什麼 代表就是彈簧的壓縮距離 壓縮的空間 那 越往下壓縮空間越多 表示那一圈的彈力就會 越緊 就是這樣 好然後我們來看中間這個地方 中間這個地方 調的是裡面這個 六角形 六角形它這邊轉過來90度 好它上來了 好那表示這個東西就會離中心越遠 那越遠就是軸距就越開 所以這兩個是可以分開調 好那上面這邊都有數字 那你就可以從這個數字去看一下 你現在是要調到什麼地方 中間軸距的部分數字越大 就表示它越鬆它越開 好然後外圈這邊 數字越大 表示壓縮空間越大 那就是越硬這樣子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彈簧怎麼配置 就是這一點還滿有意思的 它長這個樣子 它長這個樣子 從裡面看出來就是這樣子 它長這個樣子 你直接拆開來就是看到這個東西 它附的這一組更換的彈簧 就是讓你可以換下面這一個彈簧 那附的這個 比原廠出的還要再更硬 還要再更硬 如果你覺得還不夠硬的話 你就再換這一組彈簧吧 好然後呢 這個彈簧之上 有這兩圈的 這兩圈的 那個彈簧艙 那這個彈簧艙中間呢 又又放了一個彈簧 那這個彈簧就很軟 那一樣它怕你掉了 所以它又附了一組 備用的三隻給你 因為其實拆下來還滿有可能會掉的 OK好我們再把它裝回去 如果說要從雙條的結構複雜度來講的話 這個真的是 目前為止第一名 因為它 它綜合了幹原跟 抹浴的雙條特性 全部把它加在一起 我們就稱它為 各位應該會想要知道 就是它跟一代有什麼差別 如果從外觀上面來看的話 它的貼紙版型是完全共用的 這是可以共用的 可是其實一代它的外面 是比較圓 圓角比較大 那二代一拿 就 比較重以外 又稍微粒了一點 雖然它們大小幾乎是一樣 可是 二代呢這個邊角稍微粒了一點 那拿起來感覺就有點不太一樣 就會覺得這顆比較防震 這是一個齁 再來就是 一代因為它整個就是很很軟 然後又圓角又很圓 所以它是一顆 很很輕柔的那種手感 那二代呢 彈力變硬了 磁力變強了 然後邊角又變粒了 所以 感覺跟一代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了 再加上轉起來你看就是很很很剛硬的感覺 很Q彈很剛硬 所以這兩顆 我覺得你不要把它期待它是一代的 什麼更新還是進化還是改良版 我覺得你把它視為兩顆完全不同的東西會比較好 那這種感覺有點像 早期那個大雁 它出了孤紅 又出了凌雲 又出了輪迴 那三種方塊都各自有人喜歡 一直到最後 它才出了一個極大層 就是展翅 以目前騰雲的這個走向來看 我覺得 它還是有可能會再繼續 有不同的變化出現 這樣子 我覺得還是可以期待 有機會多少你還是可以試轉看看 因為我這樣子轉 感覺很不一樣 我會很喜歡拿這一顆 一代來測速 可是我會覺得二代 很適合用來練公司 因為轉這一顆的時候 我要更小心我的手法 手法稍微差一點的話 要嘛轉腳 或是手指頭直接插進去 都有 不過 因為它的聲音其實很清脆 所以 轉快的話還蠻爽的啦 好如果剛剛的這個講解 講得不夠清楚的話 你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啦 有時間的話我們就會 來回覆啦 OK 好的我是吳偉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拜拜 掰掰 我個人認為 我強烈建議應該要附軟彈簧 這個真的是 因為整顆的 散發出來的味道就是它很硬 它很硬 你不附個軟一點的彈簧 我覺得 有點說不過去啊 你螺絲可以直接調 然後你又加上外面這個 變得很不好抓了 你要把那個螺絲設計 讓它直接鎖到底 對不對 你直接讓它設計鎖到底 你再來去調整它的軸距 都比你目前的這個設計好 因為你這樣子變成我們很難 拿捏 到底螺絲要鎖到哪裡 假設你右面螺絲都鎖不一樣高度 結果你的這個軸距 都還用一樣的 那當然高度軸距就不會一樣啊 那是不是 讓玩家會更難 更難拿捏對不對 就是這個這個 蠻多餘的啦 我自己這樣覺得 你要嘛就是 就是像 魔獄的雙條 就是你有一個工具 直接讓大家知道鎖到哪裡 這樣 不然你沒有啊 那依據在哪 不然你告訴我們 你給個標準 鎖到底 然後再放鬆幾圈 我自己是覺得 你三個磁鐵都這麼強 那你不如 把一個 當成是無尺 那你這顆還有機會 調成是無尺版 或者是超弱尺版 為什麼說超弱尺 因為 其實 這個地方假設無尺好了 這兩個磁鐵一樣會有作用 所以你 如果說你有一個 盤 你的盤子有一個是無尺的 搞不好你可以營造出那種 超級弱尺那種手感 那又是一種很清新的玩法了 對不對 好啦反正 應該要做出來的 我在這邊講也沒有錯 太大一 好就這樣吧 因為 其實它直接拿起來就可以了 它不像幹員是 它 真的塞很緊 它需要靠這兩個去挖出來 而且更好笑的是 它裡面放了這個 其實你這個就插不進去了 你要做 坑韻Third Cube 所以 Third是什麼 就是 三層的方塊 這麼說好像也通 也通 不然三間應該就直接 3 by 3就好了 不需要Third Third是第三 第三層 那這個 這個範例可能要再加強一下